讲真的,比亚迪纪念的野心太大了 7.98万的琴,16.98万的汉,他是为了卖车吗? 当然是,但更深层的原因,他是在为电车开路 咱们简单分析一下,2月份比亚迪做了两个大动作 第一个,琴普拉斯大降价,价格区间7.98到13.98万 第二个,汉唐大降价,价格区间16.98到25.98万 这两个区间选的非常有意思 像魏小李这些造车新势力,他们一台车几十万,打的是BBA的高端市场 但比亚迪这两次降价,覆盖了主流家用车,又避开了BBA 你要知道,比亚迪汉,之前对标的可是BBA的C级车 现在降价来打B级的凯美瑞,雅阁,帕萨特 那你这是谱啥呢?说白了,比亚迪要的是最广大,也是最重要的普通人市场 别看网上个个都年薪百万,现实你有台帕萨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这一块,一直是国产新能源的弱项 在过去几年,国产新能源的分布,其实非常的两极分化 要么就是仰望U8,理想L9这种豪华车,要么就是老头乐,网约车 在10到25万这个区间内,几乎没有一款合适的电车 也不是他们不想做,主要是电车想做好,那成本确实很难控制 而比亚迪这次降价呢,也是带着底气来的 首先是原材料,电池及的碳酸力,价格持续走低 相比于巅峰时期的60万一吨,现在价格已经降到了10万左右 说白了,现在各大电车企业都有降价空间 另外,比亚迪在全国已经建成了11个整车生产基地 产量大,成本也就低,所以哪怕它这么降,比亚迪还是有利润 而传统的燃油车企,它的成本是比较固定的 你要接招,那你就得少正,你要少正了,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比亚迪这波,就是盯着你合资最大的市场在大 一旦合资接不住,以后的B机车代表可能就不再是凯亚巴 而是汉唐盛世,更多有趣知识,关注开机车周,讲故事